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造成低迷趋势的背景下 网红和素人主播的带货直播和短视频销售 无疑是突破困境的一条最重要赛道之一 根据天时地利人和的发展规则 4月2日的论坛上将宣举行网红经济联盟的授牌仪式 届时将会有几百位拥有千万级以上粉丝的北美神命网红 百万粉丝网红和数十万粉丝的网红亮丽登场 我们现在网红经济在我们现在整个经济发展中 现在是一个下一个风口 特别是中国现在网红经济已经非常的成熟 我们美国呢 现在刚刚开始 所以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呢 要成立一个网红经济联盟 来推动网红经济的发展 同时 网红经济联盟将就网红经济 网红直播 网红带货等网红变现能力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论坛 使网红经济的发展更加专业化 标准化 规模化 并不断创新 促进网红经济成为经济社会的新常态 网红经济联盟为了促进网红经济的健康发展 还创立了表彰网红达人的备美奖 并邀请了格莱美奖的创始人 Michael Green担当顾问 打造网红行业最具规模 最具影响力的品牌奖项 来对标奥斯卡金像奖 今后呢 这个网红经济呢 在我们的推动下呢 我们希望是会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发布会上 Master TV创始人王子 Kappy创始人Christine Zhu 微距繁星的郭旭林总经理等等 作为网红经济联盟的共同发起会员单位 纷纷发言肯定了网红带货的契机即将到来 据介绍 美国本土的品牌均会入驻联盟 同时 中国跨境电商企业更可以不出国门 就能把适应网红经济的产品在美国推广 让平台的网红帮助带货销售 促进中美贸易的持续发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